像最近寒流 然后中国又想到什么五毒齐发 中国很多年轻人莫名其妙 壮年三十几岁 二十几岁 突然就倒了 倒了竟然就走了 所以他们就想到说 现在在中国 就像这样子倒下来 倒下来 然后这个人就走了 其实最近 这个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真的戴口罩的人 越来越多了 对 戴口罩是自保 那还好 但是你看那个人 年轻人 走着走着 有没有 那个步履 本来山开始盘 整个就倒了 然后他就走了 所以他们想说 中国现在是因为经济不好 有一点小病 大家不敢去看医生 真的到受不了了 才去医院 就到医院之后 你也去死吧 没得救了 然后还包括一个知名人 是学义24号的时候 中国知名的财经媒体人 新浪财经国际部 亚太区前首席代表 罗奇 这个女生才36岁 非常优秀的女生 也不过因为生病 重感冒 结果两天之后 竟然也辞世了 就想说 怎么会这样子 现在中国年轻人 感觉上 生不如死 然后死了 奇怪 那个情况 你会觉得说 那也太 仓促太突然了 所以中国年轻人的压力 真的很大 刚刚讲的 这个世界可怕的 它有天灾 它有人祸 中国现在担心 它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疫情 因为现在有一个新的新闻说 中国的火葬场 又开始爆满了 而且现在刚刚讲 所有的医院 都是人山人害 对 现在来讲的话 COVID-19 又有一个新的变异株出来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 在上海这个地方 上海的中餐医院 算是那边很好的一个医院 画面看过去 里面非常的可怕 里面可以说是挤满了人山人海 而且去那边看病了 很多的家属就说 我们去看医生 然后排定了手术 结果人就走了 还没有手术人就走了 因为都是这个白肺 当地讲的白肺 那他们讲说 会不会是 又是COVID-19 又来了 白肺就是你是非常严重的肺炎 你的肺炎有非常严重的肺净润 才可能这个样子 对 所以他们讲说 我们当初进去的时候 是个小病 是要排队做医生 请医生帮我们排队做手术 怎么突然人就走掉了 而且他们怀疑说 根本就是在医院里面 医护人员 然后看护工 然后医生互相交互传染 然后最后就变成说 哇 怎么都去医院里面 那个腐臭味越来越大 病房里有腐臭味 他们觉得整个医院 都已经是充满了感染的状态 这讲会不会太夸张 他说他的肺都发炎了 肺也溃疡了 然后从身上发出那种腐臭的味道 然后他说很多的医护人员 可能自己之间都已经交互感染了 好 在医院里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那你是不是真的人要走掉了 就要去火葬场 里面有一个员工讲说 奇怪 我有一个朋友去世 我去江南的火葬场 为他送行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们这个医院是离这个 石桥布火葬场比较近 怎么要去一个比较远的江南火葬场呢 因为火葬场已经满了 已经满了 没有办法 消化这个大批的这个尸体 他们过这个天然来讲的话 中国的火葬场又开始爆满 所以现在来讲 疫情非常的严重 那现在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来 再来打疫苗 重新接种疫苗 重新接种疫苗 他们认为说这个变异株 已经跟之前的不一样了 所以呢 这个SBB的变异株 已经是为我国本土疫情的流行株了 所以要最大层数 保护人民生命残长 健康安全 来 每个地方都要开始重新的打疫苗 包括西安 武汉 大同 烟台 广州 咸阳 苏州 南商 这些哈尔滨 马上大家都要去打疫苗 而且要重新戴口罩 对 要重新戴口罩 所以很多的大陆的民众想说 哇 完蛋了 是不是又要开始扫码 是不是又要开始来做这些事情了 而且很多的人 小朋友说 现在都已经没办法上课了 因为整个村子 在河南这个地方 整个村子都已经是很多人 这个感染疾病的关系 你说在河南这个地方 很多村子的小孩都生病了 对 都生病了 所以他们现在来讲的话 没有办法了 一个亲戚的小孩一直在打针 打疫苗 感觉上好像也没有办法 来挡住这个疫情了 而且现在在打疫苗的时候 大家想想的一件事情 周海妹前一阵子不去的往生 不去的往生 他有非常严重的红班性郎昌 可是不对 他之前大家怀疑说 你在这个红班性郎昌 跟你这个所谓的打疫苗之间 有关联吗 对 现在大家想的话 最美的周子洛 前一阵子过世 过世大家都很难过 很不舍 可是大家就想到一件事情说 其实他之前有这个红张性郎班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所以很多的跟他同戏的男演员都说 跟他演戏的时候特别小心 因为还有这些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你要去跟他做一些对戏 不要太用力捏他 很容易瘀青的 那过去以来的话 因为他们家的家境不错 一直都照顾的很好 怎么突然之间人就走了 然后网友就出来来 开始来搜寻 会不会是跟他生前去打了疫苗有关系 因为红张性郎班是一个这个系统性的 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 结果他在2021年的时候 他还曾经公开的讲 他是打北京生物的新冠疫苗 而且总共打了四针 对 所以他从2021年的4月28号 有第一针是国产的北京生物新冠疫苗 然后第二针第三针 第四针的时候接种的是北京万泰的 这个皮喷的新冠疫苗 所以他打了四针的疫苗 那个时候还有网友在他的这个微信上面 微博上面来讲说 这个疫苗好像不能够打吧 然后呢那时候还没就说 谢谢你 但是我没有生病没有问题 可是大家回头去看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研究跟计划 说这个疫苗都可以可能把这个病给勾起来 所以呢你这身体已经不好的情况之下 你又打了这个疫苗 然后打了这个四剂的状况之后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 才把这个红伤性狼仓 把他的病给勾起来 因为有一个我刚才讲 现在看到有个研究团队 说的一个报告 调查世界696位接种的这个 包括辉瑞莫德纳科兴AZ交生 红斑性狼仓的患者 有696位哦 21位在接种后三天 就出现红斑性狼仓的症状 其中四个要马上住院 对所以这个比例你看699位 96位里面有21个 这比例算高的 而且马上就把这个症状给拉起来 所以大家就在想最美的周子洛 为什么会突然走了这么的一个突然 会不会就是因为打了疫苗 然后这疫苗把里面的病给拉出来之后呢 结果不幸离世 习近平到了上海待了三天 到了三天的时间 他就看了期货交易所 也看了一些科技中心 代表我现在对上海的经济 我对全中国的经济 非常的在乎 我来就是要提振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 但没有想到上海证券非常不给他的面子 他到了上海 上海的股市不但没有上升 还非常疯狂的下滑 现在上海的股市一泄千里 已经跌破了3000点 这样的一个生死保卫战 我们过去想说 过去在胡温的时代 在江泽平的时代 你没很难想象 他破了3000点之后 就一路的往上冲 那个代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就没有想到习近平到了上海 上海的股市居然卸肚子 那只有上海的股市卸肚子吗 没有 现在看到了香港 我们今天就讲了 现在要注意一个的事情是 台北股市跟香港股市会出现黄金交叉 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出现了黄金交叉 现在两边竟然距离越差越大 现在香港股市也就是吧 16327 而我们的台北股市已经到了17328 两边已经差了多 两边已经差了1000多点 这1000多点刚刚讲到的 会越来越大 会越来差距 越夸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全球的所有的商业媒体都说 中国现在经济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而这个恶性循环你看到 所有的指标全部无量的下跌 更可怕的是什么 更可怕的是中国现在吸毒启发 现在你看到了 中国现在华北的医院全部人满为患 现在整个中国的华北的这个地方 你也不知道 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有人讲说它有七种病毒 有人讲说那是黄浆菌 可是怪的是 它似乎又比你一般知道的病毒 来得更强烈 甚至医护还想说 你要把粮食税储存好 难道又开始要封控了吗 难道又有一个 我们不知道的可怕的疫情 又在中国发展开来吗 我看到习近平 上礼拜到了上海待了三天 待了三天 像中国股市应该很给面子 是 应该讲上海这个旗站应该往上冲 没错 不但没有往上冲 还无量下跌 不但无量下跌 跌破了3000点 跌破3000点 现在香港股市 跟台北股市 已经相差1000点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的 Takamone Show 为什么Takamone Show 他上个礼拜之后 特别跑到上海去 为什么跑到上海 因为上海是整个 中国经济的指标 就好像想说 我去那边拉抬 中国的这个经济 就好像三天之后 他走了 这不来还好 他一来 这个所谓上增指数 跌给你看 连续往下跌 而且这几天就在今天 还跌破了3000点的大跌 跌破3000了 3000点是一个 他们中国股市 上升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 那不是只有上震碟 连香港股市 都出现一个重挫局面 那你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为什么会救经济 因为现在 华尔街日报 讲得非常清楚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个 恶性循环 现在的所有指标 房价 然后什么消费者信息 全部都很惨 那不止全部都很惨 因为现在大家认为说 你可能还会更惨 为什么还会更惨 为什么会更惨 因为现在中国七种病毒 在中国大陆境内全部爆发 所以你讲的七毒齐发 对 那哪七种 流感 新冠肺炎 酶酱菌的这个病毒 还有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 腺病毒 鼻病毒 还有人类兼职肺炎病毒 等等七大病毒齐发 你知道现在为止来说 多惨保健 多惨 在整个北京啊 很多小学里面 譬如有23 一间一个这个课级 一个班级 有23个学生 只来两个人 只来三个人 比比皆是 大家都是这样 而且 其他都生病了 其他都生病 而且现在很多人都说 白肺炎问题很严重啊 问题是 这种 又不是新冠 这是他的那个 X光片 又不是新冠 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 现在出现很多疑似 大家可能也找不到 是什么病毒 那这种 而且你知道 现在目前为止 北京啦 还有上海啦 还有辽宁 很多地方的 都是 你去医院里面 都是人满围话 很多人待着小孩 甚至前一天都要去排队 那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那严重到什么程度 保健 那他们现在怀疑什么呢 他们现在怀疑说呢 打过疫苗的反而更惨 你说打过中国科兴疫苗的 这些更惨 对 就是说 本来都没事 然后打过 好像最严重的都是那些 打过科兴疫苗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 经纶来说的话 其实大家非常紧张 也就是说 新一波的病毒 搞不好又起来 现在中国不是 不断地救经济吗 如果你又爆发了 这个病毒之后 那不是完全就完蛋吗 所以才说习近平去了 他真的 头发默在修了一个状况 之前你就谈到 现在在比较两岸之间 就是台湾跟香港之间 有个重要的指标 台湾的股市跟香港的股市 上礼拜就讲着 有一天 进入到黄金交叉 可是那天又拉开了 可能没有想到 香港股市一样 一泻千里 一泻千里 现在香港股市 已经到了16327点 而台湾还是维持在 17000点 两边已经差了1000点了 没错 我们就讲嘛 香港股市跟台湾股市 出现一个黄金交叉 就是中国 台湾股市赢过香港股市之后 开始两个喇叭口在拉大 而且保杰 今天刚好非常有意思 刚好两个就差 刚好1000点 刚好差1000点 台湾是17328 他是16327 刚好就是差1000点 也就是说 这五个交易日里面来说的话 台湾已经领先了 这个香港股市 1000点的数字 那告诉你什么 中国经济真的非常糟糕 你看 因为为什么外资拼命跑 外资为什么要拼命跑 那这几天说外资 赵嘎拉拉播 为什么赵嘎拉播 因为他们听到了 中国又爆发七种病毒之后 外资吓都吓死了 我就讲嘛 七种病毒这个奇葩之后 那为什么大多 中国大多民众又很紧张 他们这几天在刷网路的时候 居然又出现了健康码 他又刷到这个 为什么又出现了这个健康码 他以前没有了吗 已经下掉健康码 因为人家就说 不需要再控管了嘛 所以就下掉健康码 现在很多健康码 重新就 他们又download的到 这里面包括说 像广东的这个月康码 还有把四川的这个天府健康码 很多都出来 虽然说现在还是绿码 但是人家大家吓都吓死了 因为这上线的时间 就在今年12月 重新又来了 健康码回来了 难道你是要干什么 难道你又要开始 要弄这个健康码了吗 大家吓都吓风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讲医院仍满为患之外 你看很多人现在 原本的这个保全 医院有很多保全 在那个地方 就保全那个地方 现在变成什么 我们现在要排队 你们跟着我来 我们现在要往哪里去 你看 这个保全在带着大家 为什么 因为人太多了 他们现在都可能要先把这些人排队 有些人排队排了一两天 排了一两天 现在把他引导到别的地方去 甚至还说 哪里可以看 你搞得去别的地方看 不要去这个地方看 现在中国大陆医院里面 你看他说 等了七小时 随便都是这样 随便一个人等 都是等很久 而且小孩子可能在那个地方 发烧四十度了一大堆 那所以就说 现在中国大陆医院 民众是很紧张很紧张的局面 你把他给吓死了 我觉得这个最可怕 健康马突然跑回来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这地方原本是这个食堂啊 是食堂 食堂现在变成什么 小孩子在那边打书役 他们叫打书役 就是打点滴 全部都在那边打 你看这么多你放眼去 全部都在打点滴 所以这不是医院的诊监 不是 这不是医院的所谓的急诊室 是 不是 食堂变成打点滴的地方 你说他们跑到这个地方 医院 病房都已经爆满了 他们还跑到外面去打书役 你知道说食堂现在 而且你看看 几乎每个人都在打书役 对 每个人在打 你就知道多严重 那甚至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严重到说义务啦 义务因为我们知道 义务就说什么 他说我们请这个 所有住在义务的民众 现在你提高警觉 现在你要准备 十天以上的存粮 要封城包 对 所以现在他还开始担心 所以我就讲 上海这个习近平去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上海疫情糟糕 可能外资又要跑 上海经济又很糟糕 你看看 以目前为止 上海的这个状况 你看这个有一个文章 你看上海搞成这样 我们都很难过 金融已死有事烧死 你看这个他们自己 这是中国内部的一些文章 你看他们这个目前为止 这个金融业的这个存款 你看过去一段时间 都是成长非常多 今年是只有成长0.79 也就是金融业在上海了 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停滞的这个状况 对 甚至年税收 所以说目前为止来说 增加只有2% 就是说过去上海的这个税收 都增加10% 20%以上 现在成长非常动力非常缓 这是现在中国在上海地方 所以说上海的缴税变减少了 而且你知道这是荷兰银行 包括说像这个MOTIS的这个银行 甚至是这个所谓贝莱德 全部都跑光光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就讲嘛 这几天不是有讲吗 所以你说荷兰银行 花旗银行挪威左存基金 摩根斯丹利加拿大的 这个所谓的基金 贝莱德 对 全跑了 先锋领行 他们说他退出中国吗 都跑光光 所以我这讲嘛 中国目前为止的经济 绝对还没有最差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大家都看到说 非常不利的讯息出现了 你以前曾经讲过说 中国只要出大事了 或是说他在经济上面 社会上面 有什么大的风暴之后 对 我要盖回去干嘛 是 我就找一个演艺人员来修理 这次就修理到五月天了 没错 中国修理这个大牌艺人的时候 就是他们要掩盖某些事实的时候 我就讲中国现在 照理说现在的中国 你要讨论什么 疫情大爆发 大家都找不到医生啊 你们找到要不要就是什么 讨论中国目前为止 我都找不到工作啊 可是目前网路都没在讨论这个 没有 网路大家都在讨论什么 这里来说五月天到底是不是假唱 为什么 因为五月天够大牌 那五月天够大牌的时候 他们就要来拿五月天来祭旗啊 祭旗 那为什么这件事是谁 有一个就去听这个演唱 有这个中国的博主 叫这个麦田农夫 他算是一个博主 拿好 他就去听了之后 然后没想到他有这个十二首歌 那唱了十二首歌呢 他就请专业鉴定 鉴定说得出来之后 一二三四五五首 有五首是假唱 那假唱来说的话 照理说中国一虐会假唱 像是不行的 要被罚款 罚款 最多罚在50万台币左右 这不是什么大事啊 可是问题是 因为五月天够大牌 他现在一出来之后 央视很多媒体 开始频频的报导 央视跟新华网 那开始报导之后 这个话题就登上了微博 然后大家都在讨论 五月天到底是不是假唱 然后就很多人 因为为什么 很多人就秀说 他去五月天唱的这个状况 那结果五月天还出来说 我们下一场在巴黎唱的时候 我们要请全民参加 看我们是不是演 全程直播 是不是全程直播 看我们是假唱 然后就开始 你看就有人这样 就秀出这个照片 网路上喔 他说什么 我们演唱会 五月天不赚那么多钱吗 赚那么多钱来说 怎么给志工还是这个便当 连这个都拿出来打 那告诉你就是什么 告诉你就是 人家就说难道五月天要当吴亦凡了吗 因为为什么 因为吴亦凡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看吴亦凡的时候 当时2022年的6月10号 唐山打人事件 这不是很有名吗 就隔一天吴亦凡就一审开庭 然后紧接下来 乌鲁木齐大火的时候 隔一天吴亦凡又开庭 然后其实哈尔中学的中庭倒塌 今年年初的时候 结果 今年年初的时候 结果吴亦凡又开庭 所以就说 等一下 出现打人 我叫吴亦凡就开庭 我出现大火 吴亦凡也开庭 我出现这个体育馆的坍塌 吴亦凡又开庭 这都是大事 这个唐山打人事件 我们讲了好几天 因为这个乌鲁木齐 到后来引起的这个白子革命 还有这个黑龙江中学 这个倒塌事件 有非常多学生死亡 这原本都应该讨论 但是讨论一天都没了 隔天就是因为吴亦凡 抢劫杀人 又登场了 你看他登场登场登场 登场三次 那这一次 因为吴亦凡 大家已经讨论到 没有这个新鲜感 所以这一次轮到谁呢 轮到我们的五月天登场 所以才说了 五月天变成是全国讨论的 中国全国讨论的重点的时候 就告诉你 所以说就是中国有大事发生了 对这里面一定有 腰在这里面 我发生了一个非常诡异 而且无法解释的事情 在中国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 竟然出现了集体离哀的状况 中山大学附属医院 在中国是所谓的三甲医院 三甲医院等于是 我们的医学中心 这是一个非常高规格 它的设备非常的完善 但没有想到 这里的主要的研究员 竟然一个一个的离哀 而且离哀的各种状况 非常诡异 有的是非腺癌 有的是一腺癌 而且一腺癌发生的时候 大概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 所以大家只要问说 那这个研究所 这个研究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可能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而且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很多中国研究院 光怪陆离的事情 不断的发生 你能很难想象说 在这样的生化研究所里面 可以在里面吃东西 在里面你没有防护灶 在里面你竟然 不用手套 你就可以拿东西 这中间到底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的怪事情呢 全世界都觉得 怎么可能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的研究室 集体离癌 光怪 中国人研究室又出世了 这次出世的是什么 广州大学的这个附属医院的研究室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 已知有大概约莫几名的学生 因为研究室的可能 不明液体或是什么外泄 结果居然得了癌症 可是液体 他又不是得癌症 又不是感染 你怎么可能液体外泄会得到癌症 光怪 可能长期接触到某些液体之后 他们都没有做一些相关的管控 那当然了 目前为止来说 学校已经承认这些人真的离癌了 那离癌之后 结果没想到学校怎么做呢 赶快把这个研究室就拆掉了 拆掉了 对 所以现在没有这个研究室 你无法证明说 他们到底是怎么因为 这个研究室而离癌的 不是 当你一个研究室 发生这么怪的事情 这么多的高级游游人集体离癌 你不是应该好好地去调查 好好地去研究 让这个事情不要再发生 你怎么可能说 你当发生这件事情以后 你就把研究室给拆了 而且这件事情 目前为止在中国已经炸锅了 那炸锅的同时你知道 很多学校就说 我们看了这个媒体的报道 我们也是这样做啊 所以那很多学生都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执行所谓的SOP 而且是中国大陆各大医学中心的 这个研究员都出来说 我们根本也没有做相关的 这个防务措施 所以让人家讲到什么 我们就想起了 为什么会有所谓P4实验室 P4实验室 为什么这个是不是COVID-19 就从这边流出去了 大家都不意外 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 兰州还有出现生物药厂 外泄这个状况 因为这一次的广州 广州中山大学 是中国三甲医院 约莫等于是我们当地来说 等于是我们台大规模的医院 居然出现所谓的 因为实验室的误差 出现人员得了癌症的这个恐 我想讲说 这个是中山二院乳腺外科的团队 竟然多人离安 而且这个离安刚刚讲的 有一个是苏世成院士 有的是宋尔未育院士 代表那是非常广泛的 罹患癌症 对 然后为什么会出 有这样的事情 主要原因就是说 有人在网路上面 就这个流传说 好像这个中山二院 有多名学生集体离癌 离癌之后结果没想到 你知道 等一下他是孙毅仙纪念医院 对 没错 事实上这个当地算是非常好的 简称中山二院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就有人在网路上 就开始贴了 就是说你看中山二院的 这个乳腺外科 很多人就得了 这个癌症的这个状况 结果就有一个人 他自己就贴了 他那贴的时候 人家当时网路爆料 就是说有一个29岁的 这个女博士叫做黄明 然后9月末的时候 肚痛难耐 之前都没有任何的 这个症状 9月在中山二院检查 检查结果她患了 这个胰腺炎 结果等到11月的时候 就变成是胰腺炎 对 而且已经 已经恶化到 转移到肝脏 那来不及了 只剩下几个月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没多久之后 你看这就是网路上 在流传的这个状况 你看后来她妹妹 就自己贴出来了 你看这是她的这个 这个妹妹就说 我姐已经有人发了 我就自己把她讲出来 她说我姐 也是受离癌的那一个 而且目前为止 连微博她都发不出 也就是说 她不但得了癌症 她现在微博 她老姐的微博 已经被禁言 就是你不能够讲话 而且在实验室 被封了 对 实验室已经拆掉 然后她这个妹妹 为了取信 她还PO出她解决的病理报告 确定她真的已经得了癌症 而且是癌症末期 都转移到肝脏的一个状况了 不是 这也太夸张的是 你说连夜 刚刚讲的 网路连夜申请 干嘛连夜申请 就是完全的控制 控制了以后 这个实验室就把它拆掉了 对 我们现在讲嘛 这个中山医院来说 中山大学医院来说 成立在什么 1835年 它是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 西医的医院 所以它其实是个 非常好的医院 在当地来说的话 它癌症啊 各式各样的你看 就是还有 还有孙中山 孙艺仙的这个照片 所以它是个 非常老牌的医院 而且它是中国非常重要 什么 癌症的多科的 这个诊疗室的这个 试点医院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医院 结果没想到这么好的医院 居然没多久之后 爆发这个事件 而且爆发这个事件 你要去问说 这个学校说 相关的人不知道之后 结果没想到 他们今天在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 就是他现在已经把 研究室拆掉了 拆了全部都拆掉 然后拆掉之后 他们就说 导播我们看 这个板子 这个就是这个实验室 里面的隔阶 这个板子全部都要拆掉了 被拆掉 然后之后拆掉之后 就是之前有得到癌症这些 然后就是说 为什么你们要这个 来做这些 把研究室拆掉 他说没有 我们只是做那个例行的 消防的这个 这个相关设备的更新 结果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 就把整个实验室 就把它拆掉了 所以你现在实验室拆掉 你还不能乱讲话 当然不能乱讲话 你看我就讲嘛 事实上这是主要原因 这一次就是 疑似是这一位 这个书姓的这个 这个主任 主任医生 他下面领导的团队里面 有非常多人 离了这个癌症 那你知道 原本我们讲 有一个这个乐乐的人 后来有他就说 他把他姐姐的这个相 就网络上就把他姐姐的 这个相关的人都po出来 所以确定说 他真的已经得了这个病 然后得了这个病之后 而且我就讲 这些目前为止 得病的人呢 都不能够在网络上说话 也就是说 不但官方否认有这件事情 而且目前为止 这些所有离癌的人 完全都不能够讲 不能够讲话的一个状况 而且 而且他这些学生 不是说什么大学部的学生 都是博士班的学生 对 没错 然后就有人在说 这个中山二院的这个 这个他就是书姓这些导师 他有多名学生 然后很多都是博士 就没想到 集体罹患上罕见的这个癌症 然后今年的乳癌那边 有六个学生离癌 还有人是胰胀癌的这个 这个转移 还有另外消息称 三个博士 一个博士后 都小于三岁 全部都是罕见的癌症 所以显然有 非常多人得了癌症 那为什么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每一年中国新增 大概470万的这个癌症病人 罹患病症 大概0.33 这样没想到呢 这有三百 两百多名的研究生 已知目前就有三个人 得了癌症 这比例也太高 所以就有人質疑说 到底是什么样 难道是什么世纪外泄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 长期的这个污染 造成他们集体 得癌症的一个恐慌 好 那现在 当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很多人就开始po了 或者我们才慢慢知道说 中国的实验室也太松散了吧 对 我们现在来说 慢慢揭开整个中国实验室 恐怖的这个真相 什么叫恐怖真相 有一个在攻读博士 不是在中山大学 他就说 我们记得还是硕士生的时候 这个老师交给我们的所有 就老师做完没多久 就游学姐带 那学姐完全没有什么防范措施 这停留之后 戴手套还有口罩 他说那些是什么东西 他完全不知道 就后来他才知道说 原来是二甲本 保险那二甲本是什么 二甲本是闻久之后 你会得癌症 你会罹患血癌 他说他完全都不知道 就居然是这个样子 所以也没有人告诉他 里面有什么 我里面我只有戴口罩 我只有戴手套 我一个人就在里面弄 他说我操作两个小时之后 我头痛到饭都吃不下去 而且你知道二甲本来说话 你要有通风的装置 实验室里面不能够让二甲本 在这里面弄 就像沈南他就说 我根本没有什么通风设备 我们就在里面这样子 所以老婆我给他这张图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图 也等于说这个我要有一个面罩 面罩里面刚刚讲的 我也有一个附加 等于说这边有一个通风口 我这个地方不会接触到 里面还有通风设备 他说没有 照理讲你用二甲本要有 像这样的人 他这样的装备 他没有 我只有一个手套 我只有一个口罩 其他我什么都没有 对甚至还说 我现在才知道 这个沈南说了 我现在才知道 我们做了很多实验室 是要在P4 P2实验室 刚才根本就不是P2实验室 就是一般我们的教室 就这样操作 所以这下就有人吧 2019年在兰州的时候 当时也有一个实验室 对 他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不乳氏菌 这个地方 你这些的所有的病菌 你出去通风口 你要经过消毒 经过处理 还没有 实验室里面 我做的任何病菌 任何事情 我就直接排出去 排出去以后 兰州周边 这个实验室周边 竟然有三千多人染病 黄杰 他们当时 为什么发生这件事 兰州附近来说 有三千多人 得了叫染汗病 染汗病 染汗病是什么 为什么精神不济啊 然后觉得全身软软 软烂的这样的感觉 原来是这样 兰州 这边有一个公司 叫兰州生物药厂 兰州生物药厂来说的话 他们有用什么 他们有在研究 所谓布鲁氏菌 布鲁氏菌就是这次 导致染 这个所谓染汗病的人 就被想 因为他们要把他消毒完 才能够把这个气体排出去 对 结果被他们消毒的时候 用了过期的消毒剂 过期的消毒剂 那消毒剂 没办法消毒 他们不管 就把他排出去 结果没想到 大批的人就没有接受到说 这个废基到底怎么样 结果完全都被感染 所以你看 当时有非常多排队 去看医生的这个状况 他这个症状很可怕的是 你会关节疼痛 你会发烧 你会异常疲劳 那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研究室的小老鼠 开始生病 然后呢 女性分娩 不断的产生这个死胎 更夸张是什么 你完全的肌肉无力 你长期处在 发烧的状况下 严重着 你还会发生了 肢体残障 对 你看他会清洗什么 生殖系统 还有关节 然后还有严重会残疾 但是中国不管了 反正这6600个人 你幸运好的话 你就没有生病 1500块 对 那如果你 真的不幸生病 不好意思 我们也只能够赔你1500块 而且他就说 这是偶发意外 所以大事上 中国大陆的这个研究室 就乱成这个样子 还有更夸张是什么 最近有一个公司 叫山海陆家嘴金融公司 他就直接说 我有一批地 目前为止完全不能够盖 而且这就是这些 他目前为止 在这个绿岸上面来说话 他有2800套的房子 都不能够卖 然后几百亿的 这个区域综合项目 目前都不能够住 为什么不能够住 因为你进去里面来说 保险你知道 你会先看到这个 警告 他就说 你要进去这个社区 警告 然后严禁入内 未经许可的话 本地存在有污染的风险 警告 结果为什么呢 这一块地上面过去有工业污染 他根本没有查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一个叫做本化皮 一个叫做奈 本化皮是什么呢 保险这个国际卫生组织 把它列为叫一级致癌物 它土地上面有一级致癌物 然后这个奈也是一级致癌物 两种一级致癌物 居然在这里面 那你还去盖房子了 盖了房子 而且都盖完了 而且当初不知道为什么就过了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中国可能很多 你说这一块地是被污染的 而且这一块地是一级致癌物 结果你居然还让人家去盖房子 盖好了才知道不对了 对 盖好之后 有人要住进去之后 不行 有人看到 有人检验出这里面可能 存在问题之后 陆家族也发现到 这个问题严重了 结果没想到都已经盖完 才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你知道 连研究室也能出包 然后你看这个土地 也能够出这么大的问题 你知道中国的 这个生物科技相关的防范 真的是有点太不小心了 玉冯 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全世界都非常惊讶 怎么可能说一个三甲医院 一个中国这么重要的实验室 你居然出现了一个 集体来的状况 完全无法解释 再看到说 原来在中国实验室里面 你没有按照SOP 原来你的管制 这么样的粗糙 但有人提出说 现在中国最可怕的是 你进口了很多野生动物 是要做实验的 真的这么可怕吗 对 我们来讲一下 在全世界的黑市交易里面 第一个走失最大的一个金额 就是军火 因为有战争 然后军火的单价都很高 第二个是毒品 因为毒品的量非常的大 但其实第三个 就是野生动物 而且是活的 是失货市场 野生动物的交易市场这么大 对 野生动物的交易市场 他们讲说 这个东西是第三名 仅至于军火跟毒品 是第三大的一个走失行业 每年走失的金额是 500亿美元 而且这个东西 保洁哥他是活的 他讲的是失货市场 是你要活生生 用活地来运送的 跟我们以前印象中 你要什么珍稀的一些药材 你要犀牛角那些非法东西 那堆都是干货 现在来讲最可怕的是 你要活生生的把这些野生动物 你根本没有检疫过 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来源 你只是要活生生的把它转过去 那转去哪里呢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香港 香港这个中介站 全世界这个所谓的走失野生动物 有高达1.6兆台币这么多 对 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主要呢就是透过香港来走 然后呢香港 你会进到中国大陆里面 或使会到其他的日本的一个地方 好 在过去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 密带物跟这个 水踏 以前是不会当成宠物的 水踏就是在水里面 在溪里面 你怎么现在变成宠物了呢 所以你说现在越珍稀的动物 越可能变成了这个宠物 而这个越珍稀的 你越搞不清楚 它身上到底有什么疾病 而且这中间最大的转运站 竟然是香港 好 我们来讲 他们是怎么样来做的 你想想看 你今天在过去来讲 IG Instagram上面 你赛你的猫 赛你的狗 你要获得几个赞 100个赞都很难吧 可是当你有密带物 你看他的眼睛大大的 还有这个小懒猴 在吃饭团 眼睛大大的 然后呢 这个水踏 你丢出来之后呢 你去看他的IG上面 像这个就是 他们在吃饭团 这有几百万个赞 你这个东西可以马上 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流量 有流量之后就可以流量变现 所以很多的网红就要养这些东西 不是宠物 对 把它当成宠物 可是呢 像这个东西 日本不少人养 很多家具养宠物 你去哪里 拿这个水踏 你就跟印尼定 印尼他们的成本是30块美金 然后呢 周转到香港之后呢 由香港转到了日本 这一只 从30块美金变多少钱 900块美金 30变900 对 就这样子变得非常非常多倍 然后呢 就大家拿去 然后最可怕的是说 这东西 除了弃氧以外 他们现在中转站 还喜欢一些很珍奇的东西 比如说鹿龟 鹿龟其实有一些龟 它的这些特别的一些品种 全世界可能只剩下1000只了 你说这个乌龟 对 这乌龟很珍贵 这种珍贵的乌龟 你知道他们怎么样来运送吗 他不管它 他就是拿一个丝毛巾 把它弄湿之后 把这个乌龟 直接活体给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呢 丢在行李箱里面 透过很多的一个层层转运 就送到了香港去 从香港 你可能送到中国大陆去 再送到其他的地方 你根本不知道 也没有检疫 所以很多的病菌 就由这样子 活体的一个转送 直接散播出来 难怪美国精英 他们就是发了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就是 实验室安全堪忧 野生动物交易不决 下一场 全球的疫情 还是可能来自中国 对 现在来讲的话 你这个实验室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很多实验室的SOP 根本就没有做好 然后再加上 现在有很多的一个 野生市场的一个转卖 在过去来讲 你要做这个东西 你可能要很多的安全设施 没有 它就是直接活体 放在这里 然后呢 很多的情况之下 是里面的动物 会互相的咬来咬去 最后你想想看 谁会活下来 毒性最强的 最有实力的物竞天则 最后活下来的 恐怕就是最毒的 所以有蛇 有穿山甲 刚刚讲到的 有这个所谓的蜜带舞 有这个所谓的水榻 有这个乌龟 还有刚刚讲的 这个小饭团 这个什么毒眼 这个也太可爱了吧 这个小猕猴 真的非常可爱 它是小懒猴 对 一个小懒猴 然后在过去来讲 你不会想到说 小懒猴可以当成什么 当成宠物 这个影片一出去之后呢 大家就知道说 哇 你要获得赞 可能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这种方式 但是呢 后面的风险非常大 有很多奇奇怪怪神秘的 一些病菌 就这样子 一层一层就传得出去 好 董事长 冠军你也在医院工作过 现在在中国来讲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 这个真的是三甲医院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医院吗 连这么好的医院都出事了 不 应该要讲 中国的三甲医院 就是我们的医学中心 它各个系统 都有它的优势 那广州 广州这个地方上本身 它的财力就比较雄厚 应该讲是个非常好的医院 但这个整个说有 搞到实验室 会有它的这种 使用的这种化学药品 或是说放射线的物质外泄 而搞到博士生会 会疑犯癌症 这个太离谱了吧 为什么离谱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 SOP的问题了 因为我是一个博士生 大部分都具有医师资格 因为你注意看 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他的乳腺癌的 外科的团队 所以乳腺癌外科团队的博士生 都是医生 就是他的乳腺 就是他的外科团队里面的学生 他不然从哪里来的人 所以本身都是医师 医师本身对治疗 对相关的化学品的防范 对放射物品的防范 你有尝试啊 都有基本知识 他有专业知识啊 怎么搞到他自己会就得癌症呢 这太离谱了嘛 所以表示说 他们的医疗团队 跟他的研究团队的随便跟轻慢 已经是全面性的你知道吧 因为你就要去看看我们台大医院 看看我们的国防医学院 或长庚医院 他们的也是有学校 跟这个医医合作 那有很多的老师 跟带着学生一起做实验 一起做paper 然后全世界有名 我们台湾的肝癌研究 全世界第一名 对 那这么多的研究的过程当中 太多的可能性 会有互相有交叉 有感染或是会污染的可能性嘛 那这怎么管理 当然是一个程序上是非常严谨的 然后有数量的管理 有监控的管理 怎么会有时候博士生会 结果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不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 你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他本身就是合格医师 合格医师才会去读博士嘛 结果你本身就要医人的医师 将来要操作这些所谓的 跟病人之间的治疗 不管是化学治疗 或是放射性治疗 或其他各种治疗嘛 对不对 那都是高毒性的东西啊 那你如果在实验室都这个样子 那你在医院怎么办 就是随便了嘛 就是随便嘛 就是变成非常随便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它的全面性的管理 跟整个的思维的方式的一个 重大的错误 好 与否 另外就是 有个太怪异的是 中国居然连续七个人 都跟COVID-19有关 结果在最近这段时间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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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莫名其妙的死亡 对 COVID-19的起源 到底是野生动物 从自然界传给人 还是从这个P4实验室传出来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猜测 可是呢 想想看 这个台子上面有七个人 这七个人都是跟COVID-19 息息相关的 然后呢 陆陆续续 一个一个都死掉了 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最早的是赵振东 他是2020年的时候呢 突发疾病 那个时候他才几岁 53 53 53年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大概都是四五十岁 东西正值壮年的时候 然后呢 核酸检验的一个白小慧 他是一个研究专家 他死的时候也是42岁 也是壮年 然后呢 真兵 好 最可怕 最重要的是这个 曹小斌 他是科兴的 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做这个什么 疫苗的时候 结果突然之间就传出来 他过世了 过世的时候呢 网路上很多很多的消息 然后科兴呢 也不解释 直接说就死掉了 也没有解释 他才45岁 对 他才45岁 而且正值壮年 他马上也不讲说 他的病名或什么 就直接说好 八宝山的这个殡议馆 就直接发上了 好 再加上吴建国 还有吴尊勇 吴尊勇是谁 他是疾病预防中心流行病学的首席专家 因为这件事情为什么最近又突然被爆出来 很多人开始注意 就是吴建国 跟吴尊勇 一个在10月3号 一个在10月27号 突然都发病身亡 对 而且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指标性的一个人物 吴建国是武汉大学 COVID-19那个时候 就是武汉 也是从来没出来的 好 10月3号发病死亡 前面没有什么病死 就突然走掉了 10月3号 突然之间同月 10月27号 这个是首席专家吴尊勇 也就突然走了 所以呢很多人在网路上面 把这个东西一个一个兜起来之后 就觉得说 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太诡异了 不然怎么会跟这个 跟COVID-19有关系的专家 一个一个死亡 而且这两位 吴建国跟吴尊勇 这死亡时间这么相近 什么病根本没人知道 就是这样子 走掉了 对 吴建国真不可思议是 一开始我们讲到的 今天很多包括 华尔街市报 华盛顿邮报 全部都报道 真的这家医院 三甲医院 真的在实验室里面 居然发生这种事情 集体离癌 对 这个中山医院 其实是非常著名 非常著名的一个医院 中国大陆现在 已经开始炸锅 在讨论这个议题 中国炸锅了 都炸锅了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第一个 这三个已经确认 已经离癌的婆士生 他们离的都是罕见癌 而这个罕见癌 基本上三个都不一样 那你想想看 三个不一样 而且学校是说 而且医院也是说 这三个来讲的话 都已经现在 不在岗位上 就是说 已经离开了 这个中山医院 那请问一下 那现在中山医院 现在的所有学生当中 竟然没有发现到 有癌症 那到底这三个 是怎么离癌的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那个老师是苏老师 团队是一个苏老师 苏老师自己本身来讲 长期在那边经营当中 为什么同样的研究室 苏老师没事 为什么学生有事 就让我们非常怀疑一件事情 这三个学生 干脆是不是白老鼠 是不是 所谓我们中国大陆 常常讲什么 活体灾除等等之类的 或是什么东西 白老鼠 是白老鼠的概念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 这个癌症的研发新药的时候 会有人去测试那个新药 但是如果有人 要测试这个癌症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冒这个风险 去测试这个癌症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说实验室 是一个不通风的 而且试剂是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现在的 所有学生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三个有问题 好了 那就是在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为什么离的癌症 又不通的癌症 然后再来就是说 癌症难道是短时间内 一两年内 你就会形成癌症吗 通常癌症要经过 一个长期的时间 那如果你要让短期实验 就让这种白老鼠 或是小老鼠 实验老鼠 能够短期去离癌症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强压注尽 注射到你的身体当中 才有可能会有这种 短期当中离癌的可能性 所以我严重怀疑一件事情 这些根本就是内部来讲 而且你知道这个苏老师 马上就把他离癌的 踢出他的群组 赶走了 赶走了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 群统的一个群组 我都在你的实验室 我都得了癌症 你不但没有去关心 我为什么得癌症 如果我的癌症 跟你实验室有关 你对我也有道一责任 照理讲 你应该也要把我 去进行一些医疗的工作 结果当我反映 这些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 你把我从群组里面踢掉 第二个 你把我的微博的 这个账号给拿掉 第三个 你把实验室给拆掉 你完全否认这件事 是 这代表说 当中是有黑的 是有水很深的 深到我们不知道 到底是为什么会 离这个癌症 是自然因素离这个癌症 还是人为因素离这个癌症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个事情是一个罗生门 学校现在全部否认 你说那实验室在拆 但是那实验室拆了说 到底拆实验室 跟他的离癌症 有什么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 我刚刚一直在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是 实验室是不通风的 是有问题的 大家都会游 怎么会只有三个而已 那就是代表说很奇怪 因为那个团队是很多的 而且是有两百多个人 在那边做实验的 那如果是 他那其实是有两百多个人 曾经来来去去 两百多人做实验 那为什么其他197个人 没有事情 为什么就那三个人有事情 所以就是说 其实这件事情里面 有猫腻在里面的原因是因为 有可能这当中来讲的话 比如说这学生缺钱嘛 然后我就可能有厂商赞助 你什么样之类的 然后要中间来讲的话 有什么谣厂 或是怎么样 交易 在交易的这个概念 所以这当中来讲 那为什么 这个医院也不负责任 这其实让大家诟病的问题 你一发这事情 然后就撇清的 干干净净的 完全都没有你的事情 所以就代表说 中国整个这种生物实验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P4的实验室也好 或是这样的生物实验室也好 其实说真的 都没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SOP 如果说你想想看 这个苏老师 如果进到这个实验室 都可以带着 所有的防护功能的话 学生不会跟进嘛 学生都跟进 你可以说学生在那边 就在里里拉打 然后全部都不严谨来 来做这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代表说 这当中来讲 可能有一些商业的交易 我们不晓得 我在昨天刚讲实验室的问题 很多人都注意到说 中国现在的经济到底如何 中国经济有一个储疆 就是双11 双11以前是中国的狂欢节 可是今年变得非常的安静 怎么狂欢节不见了 对 今年中国整个根据统计 他们调查有5到7成的消费者 不愿意多买 也就是说 它的买气没有往年还要多 而且少的人是少5到7成 很多人一觉睡醒才发现 昨天是双11 少5到7成这么多 所以以前双11的话 是满满快递都是处理完 半夜都处理不完 还用乱丢乱砸了 你说以前我的集站场 我是满坑满骨 现在我的集站场 这个以前的集站场 现在什么都没了 现在空空荡荡 而且很多快递小哥 以为今天会忙得要死 双11那天会忙不完 结果闲闲没事做 待在那边等工作都没有工作 很多上班族是睡醒才发现 我昨天没有买东西 因为根本也没有钱 今年的双11变成一场生存游戏 大家只是想尽办法 在这有限 因为少了5到7成的消费利润 订单变少了 只能做什么 我是最低价 甚至我破盘 所以说中国的经济 现在变成了生存游戏 生存游戏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钱是水 这个钱也是空气 当你这个水跟你这个空气 越来越少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要拼命抢 要不然就是 我真的要节约开销了 你要吸那一口氧气 才活得下去 京东商城是一个1万亿 一兆营业尔的 竟然为了一个烤箱 闹出活生本 大家到底他双方怎样 都不重要 只是他想最后出一个 律师郎告诉别人 我即便又补贴 用折扣又强迫了 我就是前往最低价 他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印象 可是烤箱能带他多少一件 不重要 而是他今年营业额 能够把订单抢下来 最重要 不是你说你京东 这么大的一个厂商 一万亿 一万亿的厂商 他居然跟一个叫海事公司 卖什么 卖这个所谓的烤箱 卖烤箱居然就是 我当时在互相打官司 打官司以后 互相律师喊 律师喊我只要证明一件事情 我真的便宜 对 我的烤箱即便又补贴了 我还是卖299 这个行销所 那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全中国网民最便宜的 就是在丁东 如果你最后口袋 最后剩下的钱要买东西 你就是到京东买 中国近年更严重的事情是什么 怕今年农历年 重新上演2008年金融大海啸 那时候很多老板做了什么事 趁着农历年 一个跟员工说 我到厦门去看客户 另外一个说 我回台湾省清 我弟弟还在厦门 结果很多老板 连夜逃跑 把工厂丢在东莞 这是2008年的成家兄弟 我那时候还到现场 趁着金融大海啸 景气最差的时候 在农历年前 两兄弟落袍 留下一百多个员工 没有领到薪水 所以今年中国又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竟然除夕那个时间 不放假 除夕不放假 为什么 除夕是大年夜 除夕才是真正全家团圆的日子 可是 你担心这些厂商落跑 你担心大家 趁着春节大家回家的时候 你给我跑掉 所以今年 除夕不放假 所以今年就变成 你台商老板 或很多外商老板 或者是中国老板 你借口说 我回乡过年 我弟弟会帮我看 我哪个干部 可是两兄弟 是分别从不同的路 甚至两夫妻 一个往东跑 一个往西跑 最后怎么样 货款也没缴 员工也没处理 工厂就摆在那边 摆浪 回来 员工回来之后发现 老板竟然跑了 跑路了 所以今年中国 就大家在谣传一件事情 可能农历年后 双11不是最恐怖了 而是这个年关 根本过不了 你说年关以后 很多人会跑路 是否还以为说 今年不放除夕 是因为除夕的夕 夕跟习近平非常类似 你不能除夕 就是不能除夕 可是你说真正的关键 关键不在这里 对 所以很多工厂在倒闭 甚至现在网络还传出 连台硕的福星不锈钢 今年年底可能要收关 明年六月正式要关门 所以中国的不景气 不止这个各行业 大家想尽办法 是剁手剁脚 想办法就是 把身体的机能维持下去 特斯拉做了一件 非常恐怖的事情 不断的打折 不断的杀架 打折杀架 打折杀架 杀着中国的车型 为什么这一波很多受不了 就是被特斯拉的价格战争 都崩掉了 对特斯拉本来有16家 中国汽车协会说 不要再降价 结果马上又撕毁这个协议 特斯拉7月7号又开始降价 直接现金回馈1.5万台币 而且如果你拿旧车来换新车 还可以再折1.3万台币 等于一口气又折了 4万多块台币 如果中国车厂 跟着一起杀架下去的话 恐怕都会被特斯拉一起拖垮 被拖垮 对因为这个车厂 其实上海车厂 是全美国以外最大的车厂 连厂可以超过100万辆 本来它是要做外销的 所以它效率非常好 45秒就可以坐一辆车 而且成本比中国 中国的成本还要低 结果现在因为拜登的政策 不能外销去美国 因为要求电池要做 所谓的要有国产比例 所以特斯拉干脆因为效率至上 他宣布本来有2万人的车厂 一口气要裁1万人 并且不停地在杀价竞争 把他的产能给填饱 因为他本来要做100多万 可以外销到美国去 现在不行 我还是在中国做 但是我裁掉一半的人 他待遇是很好 超过1万块人民币的月薪 现在要裁1万人 整个让中国的车市 非常的紧张 特斯拉要裁员 要裁50% 你看2万人的车厂 要裁1万人 他还没有宣布 但是要裁1万人 这是非常吓人的事情 但是特斯拉还是干了这件事情 接下来他又大降价 让中国的汽车厂 完全都受不了 如果跟着一起降价的话 会死得非常的惨 所以说现在 中国的车市血流成河 对 我们来看这张表 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特斯拉有完整的产业力 所以他的毛利 一直维持在这个地方 那一比较就25% 25%左右 那这个一比较 中国部分嘛 特斯拉还是有28%左右的毛利 理想21 未来16 小鹏11 比亚迪很厉害吗 比亚迪才5.26% 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不断的在杀价竞争 他不是靠车子在赚钱 他靠的是软体跟充电系统 刚才吴董在说的 连兵士都用他的充电系统 还有很多车厂用他的自驾系统 他不是在卖车 他在卖软体 卖软体可以赚40万 但是没有人会去买中国的软体 所以特斯拉是靠其他的业务在赚钱 结果他一分钟 一秒钟 45秒 造一辆车 他本来在上海厂 93天才可以交一辆车 现在变成7天到14天 这代表什么意思 特斯拉产能严重过剩 因为不能外销 车子又做太快 接下来怎么做什么 裁员跟杀价 把他的产 连特斯拉都产能过剩了 对 因为在中国卖得不好 所以他交车的时间越来越短 本来90几天 三个月 现在变7天到14天 45秒 造一辆车 为了效率至上 为了成本至上 我宁可砍价 砍了最后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毛利很高 我赚别的地方 我充电再赚钱 软体再赚钱 中国车厂如果跟他一起杀价去的话 中国车厂就死定了 所以才会血流成河 跟着一起降价的话 就是赔到死 而且你还讲到 现在对中国来讲 刚刚讲车室的这个变成血流成河 大家非常的凄惨 可是不是只有车室 现在房地产也是 包括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六月的CPI PPI 全部都大幅的下滑 代表 你这个国家一点买气都没有 这是很可怕 表示没有人要买东西 而且工厂出厂的价格 还在PPI在往下掉 掉5%左右 是表示所有的厂商都赔钱在卖东西 赔了掉了又5点多% 所以非常的惨 代表他现在是大衰退的状况 大衰退 所以连保交房 所谓的保证可以交屋的房子 现在都交不出来了 我来举一个例 荷兰省的平顶山 有一个叫永基状元的 这个建案非常的漂亮 2013年就盖了 那时候号称是坐北朝南 风水非常好 而且旁边有学校 所以家长如果盖在这里 如果你买这个房子的话 省钱 省力 省时 又省心 因为你旁边就有学校嘛 看起来非常美好的生活 所以2013年就开始 你说这个叫做永基状元府 为什么在状元府 因为旁边有个学校 所以你只要住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家长省心 省力 省市 又省钱 有幼稚园 又有优质的小学 又有中学 那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学区房 如果能够住进去 当然非常好 结果2013年就开始盖了 这么漂亮的地方 对 盖不出来 2017年盖了三年 还是盖不出来 结果因为资金链断裂了 马上就开始协商 就进入了所谓的 中国的所谓的保交房 就是政府也介入 然后银行也监管进来 结果2019年说 我可以开始盖了 钱又进来了 签订合约了 还有监管账户 开始动工 本来说2021年 说可以完工了 陆续可以交屋 结果现在又什么 这种保交房也会黄了 完全又变成诈骗 到了2021年10月 这些银行又全部没有钱 资金链又断了 所以保交房变成土地上的伤痕 家长省钱省力省时 十年还是交不出来 连保交房 整个中国的保交房 其实只有30%左右 有办法交得出来 其实有 那70%呢 还是交不出来 等于说有70% 我已经交了 我已经买了房子了 我已经付了头期款了 银行的贷款也都到我的头上了 我每个月还付银行的贷款 结果 你说这些的房子交不出来 如果你2013年交钱的话 你的小孩今天已经要练大学了 你还是没有等到 那个中学跟小学可以盖完 你等了十年 还是没有盖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保交房 所以中国最近有一个奇怪事情 就发生了 朱隆基的爱将楼继委 中国2022年有规定 如果是退休的高层领导人员 是不得妄议中央的 结果他站出来讲说 中央的政策 消费力取不来 是因为你没有让农民工落户 然后中国处理这些债务 包括保交房这些债务 你不可以置换债务 就是意思要国家跟银行 去执政债务 而是应该把这些资产给卖掉 如果中国继续吃这些债务 恐怕会有更大问题 连他都出来骂 代表中国的问题非常的大 因为工作的关系 你跟中国也有很多的互动 你过去也常常过去那边开会 可是你现在所了解 他们真的那么惨吗 他们两大最重要的基石 房市跟车市 现在惨成这个样子 对 现在是真的非常惨 因为房市还有车市 重点是房市 是他们各省 他们公务员 他们的薪资发放的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源 结果现在房市不行了 他们很多公务员薪水发不出来 然后外资又撤走了 你说地方政府靠的是 卖土地 做房地产来赚钱 而赚这个钱 我就来付给地方的公务员 如果房地产不好 公务员就没有钱可以领了 现在他们公务员非常惨 那你知道因为最近来讲 有好几个朋友 刚从中国大陆回来 他们都在跟我们讲说 他们房市车市 真的是不行了 那特别是奢侈品不行 你看到最近 比如说不管是 五一的这个长假 或是最近的一些相关的 你在看什么资博烧烤 会那么火红 其实简单一句话 就是这种小确幸才是他们 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生活模式 那这小确幸是什么意思 你一直烧烤才多少钱而已 他们只会消费这个东西 那那种奢侈品呢 听说到你这个卖场去的时候 你一讲话就有回音出现了 为什么 没有客人嘛 你比如说卖珠宝的 卖化妆品的 卖什么奢侈品的 完全是没有任何客人 所以现在他们的状况 非常惨的原因是因为 你像这种电动车来讲 新人员车来讲的话 对他们一般小老百姓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 那你如果说 我今天去个景点 去个这个什么消费来讲 买一支烧烤 这对他们来讲是OK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而且现在很奇怪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似乎好像很多 在管制他自己的人民 不准出国 因为最近我到澳洲去的时候 你看到 管制不能出国 在雪梨上 以前照道理讲 都很多中国观光客台队 现在基本上都来自东南亚 或是来自泰国越南的 你像澳洲没看到中国人 当然也有一些中国人 但是比较比喻上 已经变比较少了 那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那么少人出国 而且听说他们 为什么很多人 去申请这个 要到海外到日本去 到欧美去 去观光旅游的时候 那个签证 不是签证 是在护照自己本身来 下不来 下不来 所以一直没办法出境 没办法出境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中国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扩大内需 把他内部的那个需 一直拉上来 因为他现在一直 内需一直拉不上来 要花钱在国内花 对 要花钱在国内花 你不要到国外去花 但是问题是在国内花 大家怕到了嘛 因为这经历了这个 疫情的防 那个什么 风控之后 大家花费比较保守了 那这个保守的情况之下 就变成说 他只花小券性的东西 就不花那个大钱的东西 好 那另外一个 就是我看了也不可思议 是在河北宝地 河北宝地 以前是河北的省府 沈辖 省省府所在 可是他说现在 河北宝地的公交车 全部停了 河北宝地已经穷到 连公车都发不出去了 是 就刚刚提到的 他们公务员的薪水 来自于这个房地产的 不断的炒作之后 或者是投资开发 等等之类的 那因为你画地开发之后 有建商过来 他们自动会 进行这个交易之后 那他们政府 就有这个相关的资金了 那中央不会替政府 地方政府去筹这个资金 所以你看地方的这些相关的 社会福利政策也好 公交车也好 交通运输也好 或是说刚刚提到 公务员的薪水也好 全部都已经卡住了 卡住的原因是因为 而且你看到各个地方 都负债累累嘛 负债累累 中央也不替他帮忙还 但是中央又有政策 你要去执行 之前我们提到那个风控 你要做核酸检测 要核酸检测 要地方自己花钱 中央也不补助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它就是恶性循环 不到恶性循环的情况 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 在那个经济上的局面